德纲老师最近也出新书了 满足了我这个心愿 他的书的名字也很有趣 叫做过得刚好 但是呢 有一些观众就有点疑问了 他的相声这么好听 他写的能比说的更精彩吗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的编导去到了他新书发布会的现场 你也说外界就对您有一种误会 说您是土匪 其实您是读书人 那您现在出书 您觉得您的文笔 真的够得上出书了吗 书里面说的也就那些了 就轻描淡写的 说了说我们这个行业的趣事 你做文人你就只能在家待着了 慢慢来吧 以后老了当个老文人 这边郭德纲刚刚谦虚的表示 自己写这本书 只是为记录生平过往 不求文人的头衔 没想到在他的新书监生会上 就有一个读者现场发现了一个错字 立马让郭德纲有些慌了神 来让咋人不人体 咋人不人体 是写错了吗 那我改这样 我给撕了就留了 你说哪一页我撕了他 虽然看上去出书的人 对自己都没有自信 不过前来签售会 买书的人倒是不少 不但场内做无虚席 场外更是一直排着 长长的等候签售的队伍 郭德纲出书这事怎么看 我觉得无条件支持 为什么要买这个郭德纲的书 做郭德纲钢丝 应该是十年左右了 一直非常喜欢听到的相声 那说其实你买这个书 就不管是他写了什么 郭德纲 然后就是出自于对他一种惯性的喜欢 嗯 还无及无 看来到场的大部分 都是郭德纲的铁杆相声迷 尽管这本《过得刚好》中 并无郭德纲所擅长的 诙谐幽默的词早 他们仍然选择了无条件的支持 然而编导在各大书类销售网站上 却发现 这本才刚刚上架两天的书 只有19块9 比定价便宜整整一半 对此郭德纲是怎么看的呢 您的书前天就开始卖了 现在网上已经开始有发售 但是他已经把你的书打了五折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郭德纲似乎并不在意 自己的书被卖到怎样的价格 那么这样相对实货的价格 是否能吸引非郭德纲相声迷的关注呢 他们又是否会愿意 花钱来购买郭德纲的书呢 你为什么不看他的书 他比较搞笑 所以看的比较少一些平时 不会看是吧 为什么不会看 不为什么 对他没什么兴趣 他书书你会看吗 有免费下载就看 你会看吗 看有可能会看 但我不会买着看 有可能会网上或什么的看一下 现在不是个人都写书吗 至于人看不看 接受不接受 那他们就不管了 有可能会看不错的 谢谢大家